我們來回顧一下第一回合的比賽 要約太陽旋的軟球BO 雖然他是先出擊 但是這一波 泡泥雙上的這一波沒打下來 對 主要是這一波 你可以看到揮手得很漂亮 第一時間開盾 巨像剛好出來 鳳凰又有做一點幫助 那之後在反壓的時候 剛好抓到人類開三框 那他的鳳凰的牽制 其實也達到很好的效果 最後鳳凰部隊 跟主力部隊做一個會合 一波推過來 BO是直接的被碾平 是 而且一個關鍵 剛剛我們的導播 會有帶到就是那個行星要塞 對 來不及好啦 慢了大概5秒鐘 5秒之前好的話 就可以發好幾炮 就可以多撐一下先 對 也許就會有 不一樣的一個結果也不一定了 至少不會就那一波被帶走 好 那現在第二回合的比賽 夜未太陽神推出的是 好啊有你好嗎 梁勇善選手 戰績是25勝15敗 6乘25的勝率 那他面對 舅舅是重途嘛 是Z 有6場的比賽 5乘45的勝率 他對JOJO 有過一次交手喔 在最下方那個圖卡 0勝1敗 輸給了JOJO 那JOJO的成績是 3勝8敗 2乘73的勝率 那其實大家如果看上禮拜的比賽 應該對JOJO的印象深刻 他其實差一點打贏SEN 他那個獨爆炸到勝的那個表情都是變成 歐字型的嘴巴 對對對 這邊更正一下應該是 How are you面對JOJO 一場是 How are you獲勝 那JOJO對神族還沒有贏過 這邊更正一下 好他們交手的地圖是 哇遠的要命的王國 塔達利姆祭壇 好簡單介紹一下點位喔 在5點鐘方向的藍色神族選手 躍躍太陽神的 How are you 對上的呢 則是在7點鐘方向的紅色 蟲族選手 熱神鋼鐵的JOJO地圖是 這一個塔達利姆祭壇 那這一張圖的特性的話 因為中間比較遼闊 所以其實在一個中後期的會戰的話 有利於蟲族部隊的包夾 但是蟲族在這張圖最頭痛的就是 三況非常的難開喔 所以 這一邊蟲族是直接10滴的 早期狗池的開局喔 但是這個早期狗池的開局是有點賭人品 因為它是 這一張圖是四人點位圖啊 那第一時間狗狗如果要走對方向 才會有比較好的效果 是 那JOJO呢 在上個禮拜 他兩場都遇到台灣蟲王 第一場有點機會要贏有沒有 喔 老爺一直炸到丫鬟 對對對 齁 四個毒豹 過去炸12隻公蟲 不過這邊 在塔塔利姆祭壇呢 How are you 好哥哥 本季是五戰全勝 哇他是祭壇王 塔塔利姆祭壇 遠得要命的王國的國王 那JOJO是零勝一敗 在這張地圖 不過在上一個回合的時候 賽平John Man也有特別提到了 神打蟲 最近的這個惡況一波流 對 很兇悍 全場兇悍 那看豪娃威會不會這樣子打 不過這一個圖是很大就是 對蠻大的喔 那其實現在的地圖 尤其是新教育吉祥土 都還蠻大的 所以其實就比較有機會看到一個中央旗 好 這邊六隻狗出來了一個10滴的時間點了 How are you應該有意識到 不過How are you這一邊第一時間其實 哇光炮來不及蓋好 來不及了 看到了有看到了 我剛剛說過 我剛剛說過10滴的話 如果第一個點有看到的話 其實就有機會了 現在How are you可能要趕快 趕快把建築學補起來喔 或是趕快補一個光炮 現在這工程是走位 不要讓光炮蓋起來 嗯 對 剛剛也看到要按這個光炮下去啊 How are you應該是要在家裡補光炮 這一個6滴 這個10滴6條狗 其實效果應該會不錯喔 哇 要進來了 哇 進來了 進來了 清門他戶啦 這一個 光炮來不及好的感覺 連下兩顆光炮 來得及嗎 被迫下兩顆光炮的話 其實 神卓經濟也不是很好 有機會啦 拉探測機應該是守住 這樣子的話就是用 我用X的經濟開局來逼迫你 一開始經濟開局 的開局經濟也不是很好 然後掩護重組惡況趕快開喔 嗯 還是有效果 而且外面那個野鏈場 跟水晶都是奉送的喔 對 還奉送 這個光炮蓋不蓋得起來啊 哇 外面那個光炮好像可以蓋起來 裡面這個 哇 這樣子的話 How are you被迫拉大量探測機 剛剛瞬間的收入也是往下掉 哇 這光光沒蓋起來 哇 這光光沒蓋起來 那影響大了喔 裡面繼續的收了 對 因為外面的水晶塔 跟外面的野鏈場勢必還是被咬掉啊 就算裡面沒有辦法帶走 可是這個開局效果真的是不錯了 因為這邊光炮好了 蓋起來好了 但沒關係喔 就出去咬那個野鏈場跟水晶塔 然後重組惡況趕快 開始補公兵 惡況開局喔 對 果然趁機啊 下惡況啊 對 哇 真的就是 有找到了 找到點了 就是找到對方在哪裡了 對 而且How are you剛剛被迫 花蠻多資源在下光炮 然後自己的經濟收入 剛才又停一下線啊 哇 這個野鏈場也是 秀桑啊 對 你可以看到 神族現在人口是 就20隻的探測機 什麼都沒有 對 那重組至少它還有惡況 那開始待會刷這個工蟲 經濟會比較好 好 這樣子的開局的話 對重組來說 算是一個很不錯的開局喔 對 那四隻異化蟲後 咬得非常的開心 完全沒有人來理他們 現在How are you 自顧不暇了 How are you你看 它這樣野鏈場被咬掉 水晶塔被咬掉 然後剛剛一個光炮 不知道有沒有取消 假設光炮被咬掉的話 但是來回 光是建築物損失的金礦 可能就五六百 再加上中間少踩到的礦 不過這邊也要請教Joeman 那難道真的就無解 就是人家十滴過來的話 其實主要是一個開局上的博弈 我說過這張圖是一個四人點位圖 他其實充足使用這個開局很大膽 因為一開始如果你人品不好 探錯點位 第一時間這六條狗其實效果不大 就在那邊變流浪狗 對對對 所以JoJo其實也明白這一點 他第一時間是拉蟲蟲跟蟲 原本就是拉蟲之後飄過去 那再多拉一隻蟲蟲去前面偵查 那有找到點位 所以其實效果還蠻好的 所以這個除非 除非 好啊有一開始就有那個 預感人家會過來快攻 所以就要先下光炮 是不是 不然幾乎是無解了 如果真的被人家堵到 第一時間對先下光炮 他其實剛剛好啊有第一時間 是要在家裡下光炮 他直接二礦外面建築師 直接感覺要棄手了 對 不過其實剛剛好啊有藏了一個水晶塔在外面 JJ好像沒發現啊 在上面在上面 哎呀這個待會可能可以傳一點點狂戰士來亂組礦 但是好啊有因為剛剛科技經濟都被亂到 所以現在神族到了七 將近八分鐘他的空間資本才研發到一半 那好以為開二礦 但是第一時間在空圖上也是被JOJO看到啊 那JOJO這一個工兵是營運營運得很開心 我們可以看到目前雙方收入 重組是領先了大概400左右 而且他瓦斯也領先很多 對 對所以現在重組這個科技 待會兒 二本也已經好了 待會可以直接來跳科技 有沒有機會來跳我們的飛躺呢 對現在在做螺旋塔了 對對對果然是跳飛躺喔 上個禮拜JOJO打勝就是想出飛躺 對對對 效果沒有很好 不過這場出飛躺效果應該不錯啊 因為現在很多神族打重組的主力兵種 有可能是少衛加狂戰士 但是要面對飛躺的話其實在防衛 哇這一匹狗 有沒有光砲有沒有光砲 主公家裡有沒有光砲 如果沒光砲的話有光砲 對剛剛那個光砲是好的 對原來的光砲 但是他照到邊邊角還是可以 把咬你的東西啊 哇直接要咬光砲嗎 但是有狂戰士回防應該是可以守住啦 有狂砲是守住了 還好還好 這個損失還不大 但是這邊偷傳了三隻狂戰士喔 那現在你可以看到JOJO他在存瓦斯 這次存的就比上個禮拜多很多了 已經存到700多瓦斯 傳了狂戰士過來了 這是How are you的 人家僱住一職 但是他在狂戰士再不過去 他還非常一出來 狂戰士就只能回艾爾啦 對 好多地刺啊 茫茫多的地刺啊 這個是11跟地刺 第四海耶 九池肉鱗 但是家裡面 哎呀 這一個船兵阻礦很危險 飛躺來不及出來 飛躺 又是飛躺 飛躺太久了 為了等飛躺 為了等水躺結果 哇 阻礦要掉了嗎 怎麼會這樣子 哎呀 可惜啊 JOJO怎麼又是 趕快補飛躺啊 現在來補一隻多飛躺塔 才補兩隻飛躺塔 就被點掉那很尷尬啊 這一個被藏起來的水晶塔 實在太關鍵了 哇 真的 哎呀 剛剛的優勢在瞬間 這個地刺不能移動的 要拔起來才能移動 而且現在還這個 不是 他 他非常來不及補出來 飛躺塔就被點掉了 所以 空寬起一場啊 哎呀 這個是 還可以 他其實已經有 他上禮拜教訓有學到 他要補第一次 但是 家裡面被藏水晶沒發現啊 上禮拜一次為了 他吃蟑螂可能就贏了嘛 對 對 他其實這場出 不過這個是 都是事後講 我們都不知道會這樣子發生 只是真的 好啊 藏那個水晶 太可惜了 那這樣子 整個節奏又被帶走啦 哇 大妹教練 陳柏春教練 現在的口速已經扭轉了 重組這一波 就算手下的經濟也很差啦 對 哇 大妹教練整個 快要哭了吧 他已經不忍看了 這搖頭了 哇 怎麼會這樣 而且主要是他補這麼多地刺 他也只能做防守 前方是沒有站立的啊 他地刺是不太可能 到前線再去做一個會戰喔 那現在二框又重新開下來 哇 那這樣子 真的是有點尷尬 重組現在攻兵數只剩下14隻 反而神組的攻兵數 是重組的兩倍了喔 整個戰況批扁啦 哇 在搖頭了 原本勝算到八成了吧 其實我覺得他剛剛有存瓦斯 不知道是不是金礦不夠 還是他為了補狗喔 他第一時間補八條飛躺 或九條飛躺 然後搭一點狗 先解掉那一個 然後馬上做反壓 其實有機會 可是他可能把金礦 第一時間有點慌 忘記可能 也不是忘記啦 可能那個時候還沒好 所以就把金礦來補狗 或是 他補那麼多地刺也是很多金礦 其實 哇 怎麼會 真的 真的 都為了飛躺 失去了全世界 可能是啾啾的飛躺魔咒 對 為了出飛躺 這麼想念水躺的 對 硬要出 蟑螂也算很可愛啦 好不好 不過主要還是要跟各位解釋 為什麼會說 所謂出飛躺容易被抓 因為其實非常的 他的這個時間 成型的時間非常的長喔 包括他的飛躺塔 還有飛躺的生產時間 然後飛躺又非常吃瓦斯 你又要 前面你又不敢升太多冰 你又要存瓦斯 就是至少要把瓦斯留給飛躺 所以其實 他是要面面俱到才能出的一個冰 其實已經快成型了 就是很可惜 剛剛真的 哇 又要再下螺旋塔 對 剛剛有兩隻飛躺出來了 但是人家已經有追獵了 這邊重新下飛躺塔的話 是有對方待會神竹就有瞬移追獵 而且一次下兩個飛躺塔 這麼狠 這是一次要提 你說他有飛躺魔咒 他就是硬要出飛躺 要而且要出一堆 硬要出飛躺 但其實HAUU這邊的瞬移追獵 還有一攻都在提 瞬移追獵已經快好了 而且瞬移追獵其實 只要有一點點的防守的意識的話 除非飛躺受傷太多 不然用瞬移追獵來做飛躺上的防守 其實是綽綽有餘的 那我覺得JOJO現在唯一能打的 就是靠這個地刺龜喔 靠地刺 他可能是覺得自己還有地刺還能打 他想要靠著地刺龜出家裡面 龜出飛躺 他那個地刺的確是非常多 打正面是很難推進去 沒有錯 現在我們就看看啦 好哥哥好阿呦要來打正面了 他這個追獵數量沒有很多 如果好阿呦追獵數量很多的話 其實他完全不用理那個地刺 他直接瞬進去 我根本不理你地刺 閃進去就好了 對 地刺海 對 撲在家門口 那其實現在補著補著 衝足經濟也不差啦 那衝足這次終於是有補到 一次補七八次的飛躺了 嗯 好我們看看 追獵會不會瞬進去 這地刺太多了啦 接連被打了 連環拳一直打過來 改一個找不到空隙阿 不過神竹這邊好像也沒有觀察者 沒辦法從右邊這邊跳上去 對 看不到就順不上去 沒有事也是無法做一個瞬移的 那蟲竹現在其實非常補起來了 有機會靠飛躺 看能夠把剛剛的優勢賺回來 飛躺速量 被抓 這飛躺被抓 沒有空阿 就直接點 直接飛過去阿 又被瞬移捉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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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捉 你剛剛說了 他在地上跑的還比較比飛的快 因為他會瞬移 對 瞬間移動 那其實他連下兩個螺旋塔 是同一時間可以提空軍的一攻跟一防 但是效果好不好 其實你也要飛空軍的數量 續上來效果才會好 不過現在神竹的人口數105 蟲竹的只有83 基本上蟲竹人口數領先都不一定打得已經神竹了 那你人口數再落後的話 這是很危險的阿 不過我們現在看到在等於 將近12點鐘方向 有一個偷偷一個小礦有沒有 紅色的 對對對 但是已經很晚了 18分鐘偷三礦其實經濟不算很好 已經落後 只是偷的比較遠 你看這個追捉算夠多 看會不會硬順順進去 或者是 不過神竹這邊好像沒有走機械製造場的路線 所以沒有觀察者 不然其實我覺得從二礦上面硬順進去 完全不理第一次是可行的一個方法 對阿 就硬打 那這個 喔 飛桃很多 飛桃就看這一波啦 還不錯喔 光炮 光炮硬點 那光炮三個 好 銀星的追捏也是硬點 現在飛桃總共有16隻 那其實16隻還是不能送飛桃啦 這個 還是要小心的操控 那這樣神竹背鋪要回首 背鋪用瞬移追捏回家做一個防守喔 嗯 現在就看能不能用飛桃牽制 然後讓自己 充足三礦趕快營運起來 而且他還下四礦了喔 11點鐘方向也下了一個 對對對 但是四礦主要可能還是讓 蟲卵多一點 爆兵爆狗啊 爆一些便宜的單位會快一些喔 沒有辦法能夠靠近欸 追捏在那邊打 追捏的數量也很多 你非常多 他追捏也很多 但其實你看這一整場下來打了快20分鐘 他靠飛桃也只殺了大概10隻的探測機 其實這個數量是不多的喔 這個是三礦 放得非常遠的三礦 對好 剛剛也拉了一些靈性的部隊 要做一個大地圖的控圖 要去找外面的礦區了 對可是這個第四 總也需要搬家的吧 你煮礦乾的話 其實 因為他的三礦開在外面 如果他把三礦開在 你看現在開在這個 在搖石頭位置的話 他鋪一點叢 才把地刺往外拉的 爬過來 對爬過來 其實效果也不錯 只是現在 豪阿瑜應該還沒有發現 12點鐘方向的三礦 對 這個JoJo這一場真的 你看他下兩個螺旋塔 這場總共下了三個螺旋塔 你就知道他是鐵了心的 要升飛躺了 是 現在飛躺需要20隻 如果飛躺需要20隻 其實威力很大了 這個零星的部隊是打不到 這個不是零星的部隊 真的 所以你追列也很多 硬打 要硬換嗎 這個 這個 飛躺比較貴吧 對比較貴 如果這樣換的話是飛躺比較貴 非常貴桑桑 對啊 這個追列 這個換飛躺是有賺的 對 主要還是 雖然剛剛一度 整個主礦 蟲族主礦的工兵 都被那個 就是偷下水晶塔 傳出來的部隊壓爆 但是 因為地質很多 所以讓蟲族可以龜出飛躺 對 所以其實龜出飛躺 主要還是前面的優勢造成的 所以其實 真的就要靠這個飛躺 一定要一直用飛躺做牽制 就好像上一場 會用鳳凰做牽制 做一個 比賽節奏的掌握是一樣的意思 但是 How You的順於追列 其實也沒有大意 一直在做防守 對 蟲族真的爆兵比較快 剛剛人口還落後 20個單位 但是這個飛躺 又漏單 這是後面補出來的飛躺 要集結啊 哎呀 在路上就被打了 這個 還是被攔截的幾隻啊 現在雙方人口數幾乎一樣 都是142 對 那我們看一下目前雙方的經濟的話 其實雙方都開始開三礦 但是三礦都沒有滿運 經濟都1000 這個就不錯 這邊追列來不及過來 對對對 所以有打到不少了 其實應該這樣打啦 因為主礦跟三礦 對空軍來說是很近 他應該主礦三礦來回風騷 他應該往下飛 其實效果會比較好 好喔 往下飛的話就繼續打主礦 然後主礦他又回法 再繼續打三礦 那 不過現在 浩又除了瞬移追列 也出了另外一個客製飛躺的品種 就是我們的優能風暴聖堂武士 這個待會被電 如果真的一把電中 那不是開玩笑的啊 對 被電到就全部都紅血啊 就這一個啊 高階 高階聖堂武士 對 他那個現在存能量啊 待會一把如果 就只有第一時間 因為非常 你在操控的話 他很容易會集結 那一集結如果一把被電到 可能會全部都紅血啊 對 這個網友啊 鄉民細稱他是這個 聖湯來喝的 聖湯武士 聖湯武士 對 好 這邊打一個雙線 但是 你看一把 放一把 還好第一時間有拉 但是還是黃線 還是被順過來 你這樣子有點到一些光炮 其實沒什麼賺 嗯 不過這一波遛了狗還不錯 哎呀但是 哇 很風暴 被電了好慘喔 對 但是其實不錯啦 慢慢的 有把 有拖住神竹探測機的數量 這邊要來繼續雙線 還不錯 這個意思是對的 好 繼續點光炮硬點 喔 又再順過來救 好 現在 蟲竹累積擊殺了28隻的工兵喔 慢慢的 慢慢的把這個工兵數的優勢拉回來 現在蟲竹的經濟已經要開始領先了喔 對 那豪娃娃娃這邊 真的這樣開不了四礦 沒有辦法去開四礦 他可以開四礦 只是可能會優備非常大這樣子 反而讓蟲竹現在已經開了四礦 主要是雙礦現在主礦都乾了啦 所以現在神竹二礦營運 那蟲竹是三礦營運了 大概在20分鐘左右 主礦就乾了 這個蟲竹已經補到很多 蟲竹已經補到很多 蟲竹要來到33隻了喔 其實很多 蟲竹輸量越多的話 他的那一個蟲竹的攻擊師會有彈射 那個效果疊加起來會非常可怕 那而且因為現在蟲竹 我們看一下蟲竹的攻防 因為他是下兩個螺旋塔 所以蟲竹攻防 二攻一防 那二防也快好了 所以防禦力還OK 因為正常來說你只有一個螺旋塔 是會提飛塘的攻 那因為兩個螺旋塔 所以同一時間防 也是可以跟著提的喔 對 重點就在同時啦 同時都可以提升攻防 的這個程度 哎呀 飛塘又來啦 哈 這個就是好啦 99夢寐以求的 夢寐以求的飛塘海 對 他要打破這個出飛塘就輸的魔咒嗎 我們看有沒有機會好多 真的是34隻飛塘 好貴啊 海風瓦斯就要三四千的飛塘 哇但是又一把 又一把 還好還好 這個算是退的快 但是一把用的封鎖就能把你逼退了 這個還是要搭配地面部隊啊 你純飛塘 純飛塘有點太堵住了 你如果一有操作上 一有這個陣型上的失誤 可能會 太貴了 你看這個 喔 紅血 很多飛塘都紅血啦 對啊 而且一把下去有 再一把可能很多都要掉地面 我覺得他要溜狗 他要搭配雙線溜狗 這樣溜狗然後飛塘在過去 用狗來牽制住對手的節奏 然後 非常 在看是非二礦還是非主礦 其實非主礦也是不錯的想法 那 從族這邊 JoJo這個時候再提三本 待會可能要來出我們的雷獸喔 喔 這個吉祥護雷獸要出來了 錢那麼多 現在的 經濟收入的話呢 JoJo是一千五的收入 好阿油的收入是一千一的收入 那其實 雙方這一場 經濟都沒有一直到很好的狀況阿 都沒有到那種兩千經濟的那種 大富翁的時代阿 好這一波直接正面 哇那是一把 又能夠冒 狗剛剛都紅血 有兩把 好不過第二把跟第三把還好 效果沒有很大 好下面的狗是直接 欸其實剛剛狂戰士 追劣很少 狂戰士可以硬點把他點掉 非常開放去抓狂戰士 對這邊已經是合體執政官了 對 那對執政官的這個打空軍也是非常強的喔 對有一個白球 他先把執政官點掉喔 不然很可怕的 好把狂戰士點掉 對執政官也被點掉了 哇這個飛躺就很勇啦 這還不錯 把狂戰士點掉的話 待會自己的翼化蟲壓力會比較低 翼化蟲第一時間來包夾追劣 然後掩護自己的飛躺 好阿油要壓這一波了嗎 他還是發現了 他應該是抓到對手的分況阿 對 聽你講說有分況 而且稍微非常的多喔 待會看用一個立場切割 讓翼化蟲沒有辦法近身喔 如果JoJo的三礦或四礦掉了其中一個 就會非常的危險喔 不過下面人口速重塑自己 哇這是一個 直接過來第一次來不及好啊 第一次直接被點掉 又來不及好 好直接進行換夾 這個想法也是不錯 但是看一下Una風暴 好有的回防速度反應也是蠻快的 哇真的要換夾啊 直接換這個追劣數量硬點硬點硬點 但是硬點的話還好還是有點掉 但是其實蟲族自己的12點鐘的礦區其實也危險啦 對 三礦也要掉了 這樣換的話 正面要看待會正面 你看正面的話 從神族25隻追劣一個白球 7隻狂戰士 聖堂武士還2隻 那蟲族主力部隊就是27隻飛躺 狗其實不多 狗也只有27隻 那飛躺空兵還是要非常小心 如果他又中到優等風暴的話 可能還是會全部紅血喔 甚至直接死掉 其實你看那個飛躺血量都不多喔 對 這邊回舊了嗎 回舊回舊 現在人口數從左來是領先的喔 但是真的非常記得要分散一下 散過來 硬換硬換 有沒有用的風暴 用的風暴 聖堂武士走得比較慢 好不錯 現在神族只剩主礦了 直接GG 打出了GG 打出了GG 這麼一來使得 熱身鋼鐵人取得了2比0聽牌啦 休息一下馬上再回來 2比4分 5分 1分 1分 2分 2分 3分 3分